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不少食材是生的 我覺得怕他保鮮會有點問題 所以我會考慮一下 他會不會擔心說這個 新鮮度 應該還好吧 都蠻快送到的 連鎖外送公司增加送生魚片 業務引發討論 北部則是由日本料理餐廳 推自己的壽司自己送 特別講究外送包裝 把密封冰塊放進銀色鋁箔材質的 保冰袋來維持壽司的新鮮度 衛生的執掌會 會造成食物中毒的案例 最好可以在兩個小時內 把牠用完可能就擔心 會有疾性腸胃炎 生魚片裡過去常見的菌種 包含長岩胡菌 里斯特菌 和沙門氏菌 專家也特別提醒一旦生魚片 在室溫放超過12分鐘 就會增加菌種的滋生風險 建議天氣炎熱的情況下 最好得把壽司盡快送到 客人手上 兩小時以內食用完畢 而沒有吃完的食物 可以放在冰箱冷藏 以免變質 畢竟生魚片壽司 食材獵鼠生食等級 需要最高標準來看待 三線新聞張揮葉維香 台北報導